嗨 各位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大家今天唱歌非常喜得 非常感恩 這個禮拜你們感恩嗎 感恩 我今天向神獻上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 沒想到我今天早上綠燈騎車的時候 你會被撞 對 向神獻上感恩 所以你們一起向神獻上 每一天在小事情當中 向神獻上感恩 那我們今天透過第三節到第十四節 這一段經文 我們來思想說 為什麼刺獵人他們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他們遇見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在混沌的環境當中 他們怎麼樣向神獻上感恩 那我們一同來學習 這是我們同心來祷告 親愛父神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你是創造我們又是歷史的主宰 主 我們常常 不知道 要怎麼樣向你獻上感恩 但是我們今天要透過喪摩爾記 這一段經文 來學習 主他們如何感恩 我們也要如何向你感恩 謝謝你 這時求你與我們更多的同在 讓傳講的聆聽的 都喉嚨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祷告 是共主耶穌的聖名祈求 阿們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以色列人當時的環境 他們的信仰其實是非常非常消沉的 他們要經常面對當時後的 非歷史人常常的侵略他們 常常打擾他們 那從經文剛才的 第三節到第十四節的這一段經文 他們的背景是怎樣 他們雙方 他們雙方在打仗的時候 以色列人還吃下了敗仗 大概死了有四千多人 這一段經文的背景是這樣子 那他們面臨敗仗的時候 他們馬上思考的是什麼 他們馬上思考的是說 為什麼使我怎麼樣子 使我們敗在非歷史人的手中 那個 他的經文背景的前面的 薩摩摩基上的第四章 就提到說 百姓回到營裡 以色列的長老都說 耶和華今日為何 使我們敗在非歷史人面前呢 我們不如將耶和華的約會 從四樓台到我們這裡來吧 他們一打敗仗他們的想法 就是說為什麼是我們敗仗 他們回應的行動就是怎麼樣子 抬約會 因為他們習慣是怎樣 他們習慣神與他們同在 因為以色列已經常常習慣是 上帝為他們打仗 那當然啦 那耶和華的約會是抬到他們的營中了 那他們也非常高興的大聲歡呼 連非歷史人都怎麼樣 都看見了 然後也知道 也很害怕的說什麼 說怎麼樣 他說 我們有過了 喔 這是他為什麼非歷史人會這樣講 因為非歷史人是聽聞說 以色列的神 是大我全民的神 所以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們有過了 結果呢 他們雙方再次打仗 再一次的打仗 結果怎麼樣子 結果怎麼樣子 因為會抬到營中 以色列還是怎麼樣子 打敗仗 而且呢 不只是打敗仗喔 還怎麼樣子 這次更慘 我剛才說 四千人 這一次的傷亡 這一次 更多 這一次大概三萬多人 你可以自己去反應的經驟 那你就想 這樣的結果 他們原本就已經是 靈性是浮浮沉沉浮沉浮沉沉的感覺 這時候又怎麼樣 又更加的消沉了 但是呢 約會在他們營中 然後他們打敗仗 然後約會被外邦人 去拿回去 營隊的時候 拿回他們自己的敵營 他們自己的營中的時候 你想 是耶和華的約會已經無能了嗎 還是怎麼樣子 所以他整個經文的背景 第五章第六章 就是在講到說 約會到非利式人 到外邦人的營隊當中 所發所 耶和華在當中所顯現的 一些奇妙的事情 以至於 非利式人他們害怕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又想辦法說 哎呀呀呀 約會要還給你們 那 約會也是這樣子的 被 贏回來了 而且在那個 第七章的一大開始 就是在那個 激烈耶利這個地方 然後 有那個 亞比拿達的兒子 以利亞撒去看守約會 這樣子就過了二十年了 這個是這一段經文的 前面的背景 但是從第三節的時候 開始了 約會要回來了 剛才是說 剛才是說 約會在外邦人手中 然後 現在到西列耶利 然後 現在 要有新的開始了 撒摩摩摩怎麼說 撒摩摩對他們說 你們若要一心歸順耶和華 就要把外邦神的 外邦的神和亞斯他路 怎麼樣子 從你們中間除掉 專心歸項耶和華 單單的侍奉他 其實他這裡 一剛才史從第一七章 一剛才史 是我們剛才所介紹的背景 但是他從剛才史說 他們沒有知道說 他們這裡到底是有個人性的 或者是群體性的痛苦 但是他都沒有聽到 但是在經過二十年之後 以色列全家都非常非常的傷心 拿過來尋求耶和華 那我們可以說 他的行動有可能是受到逼迫 那有可能是出自於 他們自己的良心 想要再一次的來歸向耶和華 總之呢 他們就是聚集的在那樣 哀哀探尋求上帝的心 增加 所以這就是善諾他在講 我們剛才法治士所讀到這段經文的 一開始的一個背景 然後一個原因的形成在這裡 他首先就提到了 說要單單侍奉耶和華 要專心的歸向 其實我們人都一樣 其實他這個背景跟聖經就有 世世紀也是都一樣 跟我們人一樣 我們剛才是信 但是被上帝充滿恩典之後 有時候開始就伏伏成成 伏伏成成之後 就變成是伏信 甚至受到壓迫 然後再次的呼求 然後神又釋放他的自由 這就是一個軍委 那以色列同樣的這一段也是 以色列的百姓已經忘記 已經忘記上帝的存在了 而且怎麼樣子 還去隨從當時候的環境不化的風俗 我們可以知道那個亞斯塔木呢 在那個地方他是掌管什麼 他是掌管生育或者是戰爭人 所以他在敬拜的時候 會行一些血淫的儀式 同樣的那個外邦的神巴利 巴利他是掌管時土地肥沃的 那麼在敬拜的時候 也會是行血淫的一些儀式 那這個對耶和華 對耶和華的屬性 或是對他百姓的要求 這個是非常非常地相違背的 所以上對當時候的百姓 他的要求是這樣子 你們要除掉所沾染的風俗 而且要一心揮向耶和華 那從除掉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不同的版本 除掉的話 那除掉的話就是 收起來的意思 但是其實在約翁的意思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帶走 因為反而他是收起來 那約翁的是帶走 而且呢 除掉這個字 在這一段經文中 一直就被強強調了 可見被重複 可見是被強調被重視了 所以耶和華要的並不是收不起式的存料 他要的是 因為收起來的是可能 如果東西收起來 我時間久了 我還是會拿起來 再看一看 摸一摸 甚至試試看有沒有用 試試看當時的儀式 就是當時的 就是收起來只是 收起來 在你的實性 有可能還會再拿出來使用 但是呢 其實他要的是怎麼樣子 他要的是一種乾乾淨淨的 去除去性 我們心中的偶像 也許我們有可能在當中 跟他說 我已經是基督徒了 而且我是在一在的基督徒 沒有問題的 有可能啊 我已經 就像 就像這一段經文的背景一樣 我是 我是 上面的子民 我已經信主了 我是在一在基督徒 沒問題的 但是他這裡 也有表現 也有表現出 他不只是 如果用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有可能講說 我們沒有敬拜偶像神明啊 但是用現在來 現在的狀況來講 我們有可能是在怎麼樣子 在一個 他不只是提到 是一種公俗習慣的災難 他也可能是 我們有可能是上帝的子民 可是我們還是有一些 不好的習慣 或者是不好的成 成一點 甚至呢 有可能我們是三心二意的跟隨主啊 是吧 那 有時候我們聽到久了 可能對這樣子的環境 或者是一些成癮的時候 我會說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但是他今天的經文 那 耶和華要我們的 是一種怎麼樣子 是一種 主動性的 耶和華要我們是 主動性的 氣絕他 就如同是怎麼樣子 當時候的上帽 去要求以色列人 是要主動性的去 氣絕 那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在 氣絕 那個 他們的 環境 還有心中的偶像說 他們的悔改 不只是 我們想說 就是 禱告嘛 那他們還會怎麼樣子 他們不只是禱告而已 他們還在從 我們剛才 話只是有提到的 就是 他們還包括了 打水 叫在耶和華的面前 並且 當日 去禁食 那打水 在耶和華面前 其實是 表示出 他是一種 悔改 悔改 求謹慎的態度 甚至是怎麼樣子 一種 在上帝面前的 流淚的禱告 然後 禁食也遇到 是一種 傷痛的 感覺 他哀傷他們過往的 對上帝的 或者是 對環境的一些態度 不是屬神心靈的 所以他們在這裡 表示一種 哀傷很謹慎的態度 在這當中 所以呢 他們就在米斯巴 剛才我們有看到 他們就在米斯巴 到這個地方 他們除了祷告之外 他們做的是一個 很謹慎的態度 去回應 甚至呢 我們可以看到是 他 在 非利式人要攻打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怎麼樣 把最好的 去獻給上帝 他們做了這三個動作 這三個意涵 因為吃奶的羊膏 就是出熟的 出生的 把最好的 最原始的去獻給上帝 好 這是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當他們 以色列的百姓 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之後 上帝也確保他們的權益 同時使他們什麼樣子 得到一種 拯救 因著他們主動性 我剛才想說 他有主動性的氣絕 主動性的去悔改的時候 也好為他們改變狀況 首先就是給他們信心 因為你知道 在那個環境底下 那個 義務化的環境底下 同時呢 常常又要受逼迫 常常又要受到驚嚇 其實 忍久了 在那個環境之下 他們是沒有信心的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還沒有打仗的時候啊 聽見非利式人 只有聽見而已 就害怕了 但是上帝 首先恢復的就是 給他們信心 而且呢 在後面的第十節 第十一節那邊 上帝用 一個這邊的聖經的作者 他用很戲劇性的方式 是去描述 神以大自然的方式 就改變了現狀 可能在以色列人 還沒有去 這一次以色列人 我們還沒有去攻打 非利式人 還沒有跟非利式人 交戰的時候 上帝就已經怎麼樣子 上帝就已經是 是為他們爭戰了 他們只是剛好去收這根尾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想到說 有時候上帝為我們 改變我們的環境 為我們改變我們的現狀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側渡的 我不曉得 有沒有當中有人 曾經有跟我分享他的見證 就是 上帝就一下子就翻轉 他的環境了 讓他的重擔就脫落 這是我曾經在黃華語堂 有一個弟兄 曾經跟我分享的 上帝就這樣子 改變了他的環境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側渡的 所以呢 他們就在向上帝去表示 感謝 可能有個初代的基督徒 或者是木道 有常聽基督徒會講說 以變以現的神啊 我們的神是以變以現 是不是以變以現 他的典故這段經文 就是從這邊來的 以變以現是他們向上帝 感謝的意思 但是為什麼要用以變以現呢 就是他們剛開始 我剛才有前面聽到 他們剛開始跟非世人交戰的時候 他們是扎贏 扎在以變以現這個地方的 但是怎麼樣子 他們在這邊打敗仗 他們是在這裡打敗仗的 但是他們用這個以變以現 這個標誌 就是去向神獻上感恩 去向神說 謝謝神在過往當中 對國民的帶領 有時候 可能我們都會遇到說 為什麼 不會打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甚至為什麼 上帝不是基督徒嗎 上帝使我成為這樣子的光景在 但是我們都要相信 神有美好的實意在 所以我們真的是不明白 不明白這個 為什麼我們會 在這個光景 在這個環境當中 但是上帝透過 你看他們把樂會帶來 他們贏對 你們居然沒有打仗成功 還把樂會落在外邦人的手裡 但是上帝藉著樂會在外邦人的手裡 讓外邦人知道 上帝的奇妙的作為 也因為這樣子樂會在外邦之地 他們 以色列跟這個樂會分離的時候 他們重新在整頓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靈性 他們願意怎麼樣子 重新立志在悔改 而且怎麼樣子 預備自己 然後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七絕禱告 然後謹慎的態度 進食在主面前 這是他們在他們環境還很糟糕的時候 以色列人他們自己 就這樣子來要求自己 先預備自己 他們不是說 就跟上帝 上帝跟我們隔絕跟我們分離 沒有 他們在未見之靈的環境之下 他們就先做好這些預備 做好這些動作 做好這些感謝的基礎 我們就講說神是歷史的神 同樣的 我們也願意用這樣的態度 去回應神嗎 有可能我們當中 就已經是聽到很久的 甚至是代代基督徒的 但是 我們願意用這樣的方式 去回應上帝嗎 那在七章十二節的時候 都提到一個 我們剛才講說 說在基督摩摩摩招有這道 以變以現的神 就是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那到如今這個意思很妙 到如今可能中文的單義就是 到如今三個字 可是站在原文裡面 有很多這麼棒 這麼好 這麼上帝 確確實實的 確聚 像我們說 他一定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從過往到現在 至始至終 在我困難的環境當中 他都保護我們 可能到如今 就只有三個字 非常簡單 可是他真正蘊涵 有這一些的意義在 甚至怎麼樣子 他還有什麼意義在 他是向著你 來幫助你的 甚至是怎麼樣子 他也可能是怎麼樣子 永遠是用最新的方式 最多的幫助來幫助我們 你看 像以色列人 他們那時候打仗的時候 像耶和華呼呼呼求的時候 有時候 上帝用一個新的方式 去改變 用新的方式 用大自然的現象 去改變了環境 有時候 用新的方式 其實是有表示怎麼樣子 你在環境當中 可能有不一樣 有新的眼光在當中 我們都知道這兩個人 他們可能是身體有很大的殘缺 但是上帝沒有使他們今天手跟腳 沒有使他們的殘缺就變好了 上帝給他們有不一樣新的眼光 這邊一個是德國人 他也是一個傳道人 然後我們會打桌球 然後後來奧運 還拿了金牌 就說上帝 我們看到如今這三個字 就是這樣終結 那我們去查了原文 他還有一個是用最多的方式 用最新的方式來幫助你 那這新的方式 可能讓我們有新的眼光 我想這兩個人 他們一定有新的眼光 來看待自己的生命 以至於他們可以多得上帝的幫助 而且上帝的幫助 就如同我們前面講的是 永永遠遠的幫助 因為中文字叫道如今 你要知道道如今這個包含的是 永遠都是幫助我們 最新的方式是朝著你 朝著世界來幫助 上面就永遠幫助我們 最新的方式 最多的方式來幫助我們 所以有可能是 我們不論在我們任何的狀況 你在你貧窮的狀況 在你缺乏的狀況 在你生病 在你疾病的狀況之下 神都怎麼樣子 神都是幫助你的 在你各式各樣 自己即使你是歡喜快樂的時候 神也是在當中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從這一篇 進段經文 我們可以從歷史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要看到的歷史 為什麼要 要相互學習 比如說我們從歷史可以去引導我們 或者是去反思 或者是讓我們學習 讓我們警醒 所以我們從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怎麼樣子 我們有時候 我沒有辦法去感受到 或是我的環境氛圍 可能是像當時候 是在一個義文化的環境當中 這個義文化的環境 不只是說派偶像的環境 有可能是我的生活環境當中 我自己都知道這是不好的 但是我還是去碰它 我還是去沾染它 但是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是說 我們主動性的去不要它 我們不是今天修起來 明天還可以再看看 或偶爾再拿起來 沒有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是 我們要主動性的去 細絕它 然後重新來幫助我們 第二個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會混沌 我們可能會難過 可能過程當中 還是環境不不明 還是有挫折 還是會失敗 但是他們怎麼樣子 以色列人他們在這當中 去呼求仰望上帝的幫助 上帝就要在很平常的小事當中 來幫助我們 來顯出祂能力 有時候上帝不會或不是給我們一個 散亮的神機在當中 我們每天能夠平平安安的看見太陽升起 這就是一個恩典 有的人可能睡覺完後 他們沒有辦法再看見今天的太陽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聚會 我們可以每天平平安安的看見今天的太陽 這就是一個恩典 是一個神 神機 他們也 我們也可以學習怎麼樣子 在環境當中 我們來一起來堅定的相信主 讓上帝 那時候以色列人 他可能在環境當中 他們失去很多 欸 常常被欺壓 常常被欺負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又常常被怎樣子 被騷 被騷擾 被侵略 他們肯定不只是痛苦 還失去很多的東西 但是因為他們做了這一些 我們剛才講的一些過過程 他們還堅定的去相信上帝的幫忙 所以上帝不只是帶領他們還怎麼樣子 還領他們去度過他們的困難 將他們失去的都奪回來 我們後面經文會提到 失去的都奪回來 所以有可能我們是落在這個環境當中 因為每一個人的問題 或每一個人的光景是不一樣的 但是當我們在當中 像以色列人 上帝對他們的 告訴他們 對他們的心意 對他們的呼求的時候 就要一起來激勵 以便已謝的神 所以我們要記得這三個 今天這一段經文 我們可以學習到了 就是悔改歸向主 重新幫助我們 仰望呼求主 神就會在我們當中 在我們生活當中 向我們顯示出 祂是全能的 祂是時時刻刻幫助我們的主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有時候環境為民的時候 還是能就要相信 神在你困難的地方 在你不足的地方 來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 同心來低頭祷告 好 好 好 祂是全能夠充滿恩典的 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我們謝謝你 我們每一個人 是處在不同的光景當中 我們是在喜樂的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謝謝你 隨時的幫助 謝謝你 使我們有力量 有歡樂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我們失落的 我們缺乏的 我們不足的 我們更向你獻上感恩 因為你是在環境當中 讓我們看出你的作為來 主你是在環境當中 更多的 讓我們預備自己 預備自己 讓我們承載你 下一個階段 更大的祝福到你當中 主 謝謝你 謝謝你 主我們要向你說 無論你 無論我們在何種狀況 何種環境的作為 我們都要一心向你獻上 你對我們的幫助 你對我們每一天 我們看起來平凡的恩典 但是 卻讓我們時時刻刻 我們要經歷 你是與我們同在的主 你是一遍一切的神 主 或許我們在我們不足當中 我們失落了 但是主 我們知道 你是一遍一切的神 你要在我們不足的 失落的 讓我們重新再站起來 重新登場我們的力量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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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給我們 有夠用的恩典 在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當中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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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配得感恩的主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名祈求 咱們 阿們 謝謝主 我們用這首歌來回應 開心的 你的光景是力量的 開心的 我們用這首歌來回應神 你的光景是不足的 是缺乏的 我們用這首歌來向神獻上感恩 來預備自己成間神 在下一個階段 對你更大的祝福 講究的 畫面 我已自行沼千里 我祝死面前任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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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你一天生的小孩 你此太阳重生存在你 我像你一天生的小孩 你此爱永远长寿 万世西坠 过分当中 你一世 能想过救过 我像你一天生的小孩 我像你一天生的小孩 你一天生的小孩 你一天生的小孩 我像你一天生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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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 为亲爱传世成财秘 两个颂颜后把座位 以祢吹来永远长城 我吹行人渡满难求 必须一趟我救过 我要的聖殿下座位 以祢吹来永远长城 我父乔是一笔的欲望 不遗忘是我心里有的美丽 我要的聖殿下座位 以祢吹来永远长城 我吹行人渡满难求 必须一趟我救过 我要的聖殿下座位 以祢吹来永远长城 我父乔是一笔的欲望 不遗忘是我心里有能力 是主鼓励我们心里有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高山 在有力量的景况 我们实行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在地后的状况 我们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 预备自己 向神献上感恩 去承接下一个阶段 神对我们祝福 带领我们 也许我们在环境还能力的时候 预备自己 向神就发作 向神也要像今天这段节目一样 带领我们 建议祂丰富 有能力的观察 看出祂奇妙的作为 以便仪谢的神 今天要充满在我们 每个人生命当中 神的爱 神的恩典 要从来预备 我们要知道 道路经这三个词 包含的是 上帝用最新最多 永远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 以便仪谢的神 今天要充满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